真豪门 霍启刚成功当选 郭晶晶功不可没 宋菜花亲自上街发传单支持丈夫 霍启刚成功以195票当选香港新一届的议员 引起了香港跟内地的关注 很多人希望这是霍启刚个人的一个新起点 也是香港未来的一个新起点 很多人对霍启刚寄予厚望 希望这个年轻人未来可以在香港政坛发展越来越好 甚至有机会带领这个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次霍启刚虽然只是代表文化体育界去参与 但是从他参选的口号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不仅仅是在说香港的文化跟体育界 还是在说香港的各行各业 连结 跨越 创造 这是香港目前各行各业都非常需要的 增加跟内地的合作 同时超越过去的成绩 也必须有新的创造 霍启刚的这个思路真的太对了 不过从政跟从商一样 友好的思路还必须一步一步去执行 甚至需要一些手腕 当年梁锦松也是颇有想法 可惜最终被人轰下台 霍启刚必须吸取梁锦松的教训 霍启刚出生于1979年 今年刚好是42岁 这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霍启刚从政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霍启刚过去一方面在商界发展 同时也是在政界发展 霍启刚在政界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体育界 在商界方面 霍启刚主要是参与家族霍英东集团的管理工作 不过如今霍启刚是正式告别商界了 他决定要在政界去发展了 霍启刚要从政 那么肯定是要对那个最高的位置发起冲击 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霍启刚说 希望自己为国家 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 这次霍启刚当选议员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今霍启刚爷爷霍英东的很多老关系还在 他们还可以提点霍启刚 也可以帮到霍启刚 霍启刚必须抓住时间继续努力 这次霍启刚可以当选 郭晶晶在背后也是功不可没 郭晶晶一直是霍启刚的嫌内主 去年霍启刚宣布参选的时候 郭晶晶就陪在身边 这次为了帮助霍启刚 郭晶晶甚至放下身段亲自上街发传单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在香港搞竞选也要发传单 或许你以为只有搞外卖的人才会发传单 郭晶晶完全没有架子 亲自在街头发传单 看到这一幕很多人也是感动的 一个是香港豪门三代 坐拥百亿身家 一个是三届奥运冠军 夫妻两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在街头发传单 别人都如此成功了 还如此努力 而且是夫妻齐心 真的是让人佩服 这次霍启刚当选 郭晶晶第一时间上台献花 郭晶晶送的花也是非常有心思 全部都是蔬菜 霍启刚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在网上 感谢了郭晶晶跟自己的家人 王力宏离婚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看看人家霍启刚跟郭晶晶 这才是真正的模范夫妻 2004年郭晶晶拿到奥运冠军 随后他们受邀去香港参加活动 当时这个邀请人就是霍启刚的爷爷霍吟东 在香港参加完活动之后 郭晶晶等人又受到了何鸿燊的邀请 转到去澳门参加活动 当时霍吟东就让霍启刚陪着代表团一起去 在去澳门的船上 霍启刚第一次跟郭晶晶交谈起来 随后霍启刚开始大胆追求郭晶晶 之后郭晶晶不管去哪里比赛 看台上都有一个小谜底 那就是霍启刚 其实当时霍吟东身体不好 霍吟东自然希望可以看到霍启刚结婚 不过为了支持郭晶晶参加北京奥运会 霍启刚一家人都对郭晶晶十分包容 2008年 郭晶晶在北京奥运会上拿到了双料冠军 当时霍启刚带着全家人一起在现场支持郭晶晶 可以说让人十分感动 在颁奖的时候 刚好就是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 为郭晶晶颁奖的 霍振廷当时的身份是国际奥委会委员 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 北京奥运会之后 很多人认为霍启刚跟郭晶晶应该要顺利结婚了 不过因为郭晶晶希望去英国读书 所以霍启刚又等了郭晶晶几年 直到2012年 霍启刚跟郭晶晶才在香港风风光光结婚了 当时结婚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十分有趣 霍启刚当时跟郭晶晶在会展中心门口接受记者拍照 霍启刚跟郭晶晶两个人站在一起 但是郭晶晶却忘记挽住霍启刚的手 霍启刚就悄悄用手肘轻轻顶了郭晶晶几下 其实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霍启刚对郭晶晶的爱了 霍启刚陪着郭晶晶到内地参加综艺节目 自我介绍的时候十分主动说 大家好 我是郭晶晶的丈夫 显然霍启刚心里是十分以郭晶晶的丈夫为荣的 当年郭晶晶嫁给霍启刚时 香港媒体都说 郭晶晶高攀了霍吟东家族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婷直到之后十分生气 于是在婚礼上发言感谢郭晶晶下嫁我们霍家 这句话也体现了霍家真正的修养 郭晶晶嫁给了一个好老公 霍启刚也娶了一个好妻子 成功的婚姻就是两个人互相成就 霍启刚娶了郭晶晶之后 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霍启刚常常陪着郭晶晶去超市 完全不像是一个大少爷 郭晶晶为了霍启刚 也放弃了心爱的跳水工作 在香港相夫教子 这次郭晶晶去东京奥运会工作 霍启刚就在家里带着三个孩子 两个人一直是在互相支持 如今霍启刚去参加选举 郭晶晶就亲自上街头帮助派宣传单 霍启刚还常常在家里给家人做饭 就像一个普通人家的丈夫而已 郭晶晶也是十分低调 虽然霍启刚家里坐拥百亿资产 而且他自己也不缺钱 但是他们在香港的生活 还是十分朴素的 郭晶晶三个孩子都没请保姆 都是自己一个人带的 郭晶晶平时家里的家务活 也是自己干的 郭晶晶在香港没有开豪车 就是开这一台霍启刚 送给他的特斯拉而已 霍启刚自己则是开着一台十几年的老奔驰 这对夫妻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霍启刚如愿当选 善与郭晶晶合影 发长文感谢太太的支持和付出 12月20日 香港立法会换届大选 出生豪闷的霍启刚在家里躺平 也能过上舒坦日子 但是依然参与其中 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奋斗 在选举当日 他顺利成为体育 演艺 文艺 及出版界功能组别议员 虽然过程很紧张 但是好在最终投票结果如他所愿 霍启刚晒出和妻子的合影 并且发表长文庆祝 当日霍启刚穿着西装成熟稳重 手里捧着的鲜花 不知是否郭晶晶之手 郭晶晶身穿粉色西装 配上格子纱裙 长发剪短并烫卷 口罩和衣服的颜色保持一致 在穿搭品位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夫妻俩挨靠在一起恩爱尽显 霍启刚还在常文里感恩郭晶晶的支持 他坦言这段时间真的太忙了 和家人见面的时间都很少 有时候很想念他们 就会让太太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开会 在一起吃个饭 起码也算是见过面了 他还称自己经常很晚回家 准备第二天的资料会吵到太太 但是郭晶晶都不会责怪自己 还会为他冲一杯安神茶 让他睡个好觉 霍启刚非常感激郭晶晶这段时间以来 对这个家的照顾和打理 三个孩子有比较多的兴趣班和活动 都是他一个人张罗 自己都没有时间搭把手 一个对妻子常怀感恩之心的人 基本上可以认证为是个好男人 郭晶晶岂只是要照顾孩子们 他在投票前还跟着霍启刚 一起走上街头发宣传单 而且跑了三处 作为世界冠军的他 丝毫没有大架子 为了老公的事业尽心尽力 同为家庭主妇的郭晶晶 却拥有很高的家庭地位 当日霍启刚的弟弟霍启山也带着侄子 也就是郭晶晶长子霍中西帮忙发传单 一家人和乐融融 这些人和乐融